我們可以用一隻手去摸我們比較容易流汗的地方 像額頭 再用另外一隻手去摸某一邊的腋下 如果腋下的那隻手有比較重的味道 那這個就代表你可能是有糊臭了 大家好,我是皮膚科陳梅宜醫師 不要看我這麼年輕喔 我其實已經職業15年了 是職業15年的皮膚科專科醫師 大家有什麼皮膚或美容的問題都可以來問我喔 所謂的灰汗乳雨或者是汗流浪費 是指我們在過度的運動下面產生的大量汗水 那這個是正常的 多汗症則是我們在日常活動的情況下 在手掌腳掌或者是腋下 就產生大量的汗水 那這樣的汗水有可能會影響到社交生活 那糊臭則是身上會發出一種特異的味道 那我們講到多汗症和糊臭 就要從我們身體上面皮膚裡面的腺體講起 腺體的話分成大汗腺、小汗腺還有皮脂腺 多汗症是和小汗腺有關 而糊臭的話則是和大汗腺會有關係 小汗腺的分布全身都會有 而大汗腺只有分布在腋下、胯下 或者小部分的人乳孕耳道旁邊也會有 那我們小汗腺的部分 它主要分泌出來的是汗水 它的主成分主要是水分還有鹽分 而大汗腺分泌出來的是比較濃稠的液體 它主要的成分是蛋白質還有脂肪酸 小汗腺它會受到神經情緒還有溫度的影響 而大汗腺它是會受到荷爾蒙的影響 所以我們糊臭這個疾病和大汗腺有關係 它要青春期以後才會產生 在青春期以前的小孩子是不會有糊臭的喔 多汗症和糊臭要如何自我檢測呢? 那多汗症的部分一般人比較會知道 常常在日常生活活動就會流出大量的汗水 那糊臭很多人他因為自己可能比較不知道自己身上的味道 因為已經和自己相處很久了 所以我們其實可以用簡單的一個自我方式來檢測 我們可以用一隻手去摸我們比較容易流汗的地方 像額頭 然後呢再用另外一隻手去摸某一邊的腋下 那我們把兩隻手拿來比較看看 如果腋下的那隻手有比較重的味道 那這個就代表你可能是有糊臭了 這個是因為女生他腋下的大汗腺分泌出來的液體 含有比較多的含硫化合物 那經過皮膚上面的細菌分解 就會產生有點像洋蔥唇的一種味道 那男生的話因為他的大汗腺分泌出來的脂肪酸含量比較高 經過皮膚上的細菌分解 他就比較容易產生起司的味道 糊臭的味道他其實不一定和男生或女生有關係 他是和這個大汗腺分泌出來的成分有關 所以其實我們的飲食也會影響到糊臭的味道 有些人比較喜歡吃肉或者是喜歡吃油炸的食物 他的汗水裡面可能會含有比較多的脂肪酸還有蛋白質 就會產生比較重的味道喔 沒有錯 因為我們大汗腺他的分泌不只是只有受到性荷爾蒙的影響 同時也受到神經的影響 所以在我們情緒比較激動的時候 大汗腺分泌也會比較旺盛 那同時因為小汗腺分泌的汗水也多 汗水在蒸發的時候他就會把味道帶出來 所以有時候我們在情緒激動的時候會感覺味道更明顯 那這個味道不是只有腋下才有 有時候就是在胯下的部分就是有大汗腺的地方也會有 現在多汗症和糊臭有比較新的治療方式 我們叫做微波熱能除汗素 他是可以透過微波的原理加熱去破壞我們皮膚裡面的大汗腺 小汗腺還有毛囊 所以他會有除多汗症還有糊臭的一個效果 那甚至也會有除毛的效果 那這一台儀器他是經過美國FDA認可的 所以他是安全 而且他的效果除一次就可以達到百分之八十的效果 那我們傳統治療多汗症和糊臭其實是用手術的方式 多汗症一般我們比較常用的是 內視鏡的交感神經結阻斷素 而糊臭我們一般呢就是使用像旋轉刀去除汗線 那傳統的手術治療他可能會有一些副作用 包括他要全身麻醉 還有術後可能比較容易會產生疤痕 所以現在已經比較少人使用了 此外我們也可以使用 漏毒感菌來治療多汗症和糊臭 漏毒感菌他是抑制神經的過度刺激汗線的分泌 所以他對於多汗症會有比較好的治療效果 那因為糊臭他是受到荷爾蒙的影響 所以漏毒感菌對於糊臭的治療效果會比較差 漏毒感菌他可以作用的時間是四到六個月 是用打針的方式所以非常的安全 漏後也沒有修復期 不過他的缺點是需要重複注射 另外我們民眾比較可以簡單使用的是 用止汗劑的方式去塗擦比較容易流汗或是產生味道的地方 止汗劑他其實是一種鋁鹽化合物 那我們是在睡前塗抹 讓這個鋁鹽慢慢的去滲入到我們的汗線 達到一個止汗的效果 所以止汗劑他不是早上擦喔 他是晚上擦 止汗劑比較常見的副作用是 過敏反應 有些人在塗抹止汗劑 又加上腋下長期悶住 會比較容易產生過敏的情況 那他的使用需要每天使用 所以說他並不是一個一勞有益的方法 此外我們也可以使用 比較容易激動他的膠感神經會比較興奮一點 那這個可以到門診跟醫師拿口服藥物 那至於糊臭還有多汗症到底你比較適合哪一種治療呢 可以到醫師的門診向皮膚科醫師詢問 而造成其他的神經節過度刺激 一般代常性出汗 比較常見的位置是在大腿跟背上 而沒有辦法預知 哪一個病人在術後會不會有代常性出汗的情況 我們現在比較新的方式是 微波熱能除汗術 他主要是作用在皮膚裡面的大汗線跟小汗線 直接利用微波熱能去破壞這個汗線 所以他並不會有代常性出汗的問題 我們前面有提到糊臭它其實是和大汗線有關 那大汗線它奔泌出來的液體它是沒有味道的 它是經由我們體表的細菌作用之後才會產生異味 所以我們其實第一個只要做好皮膚上面的清潔 減少皮膚上面的細菌就可以減少味道的發生 味道的話也和我們吃的飲食會有關係 因為這個會影響到我們大汗線分泌出來的汗液的組成 所以我們飲食方面的話盡量清淡一點 然後要多喝水 多喝水的話可以讓汗水比較不要那麼黏稠 比較不會黏在皮膚上面 那第三個的話其實可以考慮做雷射除毛 因為我們大汗線分泌出來的液體 如果你毛很多的話它就會附著在毛髮上面 那這樣子產生的味道就會比較嚴重 如果我們把毛髮除掉只有在皮膚上面 我們可以透過經常去擦拭而減少這個味道 第四個方式 如果你真的是有糊臭的病人 可以透過勤換衣服 或者是使用濕脂精來擦拭 這樣子可以減少味道的散發 那第五個方式是使用止漢劑還有體香膏 這樣子也會讓味道比較不明顯 無臭汗、多汗症雖然是和基因遺傳有關 不過不用擔心它現在是可以治療的 我們現在使用非侵入式的微波熱能除汗術 它需要的過程只要一個多小時 就是打麻藥然後我們用一個熱能的儀器 作用在你的腋下或者是你需要治療的部位 那此外我們也可以使用漏毒感菌來治療 那所需要的時間只要五分鐘 那如果說你要做這兩種非侵入式的 其實什麼時間都可以做 不需要等到冬天 那假設你是想要做傳統的手術 那建議可以考慮秋冬的時候來做治療 因為長袖剛好可以遮住術後的腫脹修復期 此外有這一方面困擾的病人 生活作息也是很重要的喔 我們剛剛有提到飲食盡量要清淡 然後要多喝水保持心情愉快 至於狐臭跟多汗症的問題 到底要找哪一科的醫師呢 別忘了是找皮膚專科醫師喔 喜歡我們的影片請按喜歡訂閱 還有開啟小鈴鐺喔